她是史上第一个提傅从军的女英雄 自带装备驰骋杀场数十载 她不愿为非以死明智 她就是史上争议最大的金国英雄花木兰 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 死里逃生为国家立下汉马功劳 她为何要自带装备上战场 又为何会是史上争议最大的女英雄 今天穆宜就给大家讲讲花木兰的传奇故事 木兰本姓魏 后魏世人称为花木兰 其父名乎 在军中担任千副长一职 木兰秉承复制 年幼史殿开始学习武术 特别擅长剑术 木兰死后 后人为她修建了木兰墓 木兰墓位于伯州城东卫村北 四周翠珠成林 郁郁葱葱 因其曾为国立功 起乡人后为她修建了祠堂 于每年四月初八位祁星生日礼 到了唐朝前锋元年 唐高纵于武则天去台山封膳时 途经伯州 有老君庙和木兰辞 追封老子为太上玄阳皇帝 木兰为孝烈将军 木兰生在北魏时期 当时北方游牧民族 柔然族较为嚣张 经常南下骚扰百姓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北魏掌权者决定用武力解决这一问题 大肆征病 并规定每家每户必须出一名男子上前线 当时木兰父亲年事已高 体弱多病 没办法再上战场 家中弟弟上在幼年 已不能前往 左思右想之后 木兰决定替服从军 此后数十年木兰皆在战场上渡过 众所周知 木兰去战场前先去了四个集市置办装备 那他为什么要自备自装呢 这些东西不应该是部队有的吗 其实这是早期辅兵制的特色 最初辅兵政务对象并不包括所有家庭 主要对象是相对富裕的中小地主 酬劳也是比较丰厚的 主要在三方面 一是减免租用调税 二是军功受填 三是分享战利品 这种征兵制度具有很强的阶级性 故在早期辅兵阶层的门槛较高 出门槛外 要求也是十分高的 各类东西都要自备 除重兵器以及战马以外 其余的驼马 起杖 资装等皆需自备 细数木兰的家庭成员 有爷娘 阿子 木兰 小弟 男丁不仅少 且都是老 弱 没有办法充当劳动力 更不要说富兵役了 所以木兰家应不是自耕农家庭 若是自耕农家庭 那木兰在置办装备以后 家里恐怕就要揭不开锅了 抛开这些部署 自古以来 只要去了战场便是凶多吉少 而木兰不仅要上战杀敌 还要隐藏自己的女儿身 无异于男上加男 值得庆幸的是 木兰最终还是克服万难 完成了使命 凯旋而归 立下了赫赫战功 皇帝在得知其事女儿身以后 因其功劳极大 所以赦免了欺君之罪 也十分欣赏木兰 想要让她留在朝中 为朝廷效力 但木兰并不喜欢京中的生活 她已离乡多年 十分思念家庄的父母 故拒绝了皇帝 并恳请皇帝让其回乡照顾父母 关于此事的结局也是众说纷纭 一说皇帝听了以后更加欣赏木兰 便同意了木兰的请求 让木兰回向 后期一直在故乡生活 结婚生死 直到九十岁病过 一说皇帝在得知她是未出格女子后 欲纳其为废 木兰不愿扮军 但因圣旨相逼 恐抗只会连累家人 遂自杀 事实上 史书并未详细记载木兰的身世 故世代以来都存在着木兰之争 有她是乔骏人之说 有她是宋州人之说 也有她是商丘人之说 无论是乔骏 宋州或商丘 都是现今的河南商丘市 渔城现迎扩镇周庄村小卫庄 现河南渔城有木兰词存在 在当地也还流传着很多有关木兰从军的歌谣 关于木兰的姓氏 一是莫中一是 在明代的四生园记载木兰姓花 名木兰 富华湖 这是最被众人接受 也是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在明清这两个思想文化较为繁兴的时代以后 经过几百年的艺术再创 木兰的故事以及形象也认真完美 迄今为止 上演过木兰戏的剧中已有二十多种 这也使得木兰在民间的影响更加深远 关于木兰姓名的争议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大 木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 主要归功于木兰词的广为流传 除故乡 姓氏以外 木兰所在的年代也是饱受争议 康游记行记载 木兰是北魏孝文立志宣武帝时任 过庭路则说木兰是随功帝时任 木兰宫 木兰是随功帝时任 陈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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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青年叫王朗 王朗生得俊俏 又饱渡诗书 穆兰与他也算是狼情惬意 军令到达 穆兰不得不替负从军时 王朗虽舍不得穆兰 但也十分佩服 故尊重他的决定 穆兰离开后 他一直未去云 坚信穆兰一定会回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 或许是王朗的诚意感动了上天 又或许是远在沙场的穆兰 知道有人一直在等他 总之数十年过后穆兰回来了 王朗立即找了没人上门说亲 不久之后 二人成婚 共度余生 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人说穆兰在打仗的过程中被俘 敌军中有位名叫卢丸花的女子 对穆兰早有耳闻 在见到穆兰真容以后 更是对他一见倾心 想要和穆兰成亲 但穆兰本就是女儿身 两女子岂能成婚 故穆兰誓死不从 卢丸花执念也深 认准了一个人就非对方不可 于是便想着强行和穆兰成婚 穆兰无奈 只好告诉了卢丸花真相 本以为卢丸花得知真相以后会大动肝火 没想到对方也是个性情中人 得知真相后的他非常佩服穆兰 二人便结为姐妹 发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穆兰有一位婚夫 名叫汪清云 是军队将领 穆兰被俘以后 汪清云整日查布斯犯布小 生怕穆兰在敌军军营中出什么意外 不久后他便率大军进攻 很快便取得胜利 并救助穆兰和卢丸花 后战争结束以后 银如万花无家可归 又与穆兰是结拜姐妹 二人一起嫁给了王清云 该版本因过于戏剧化 不被大部分人接受 还有版本说 战争结束后 穆兰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乡 本想好好尽孝 谁曾想添不碎人怨 乱世之中 平民百姓生活艰难 穆兰离家前父亲已经病重 离家后没多久父亲便病过了 自己从军 父亲病过 弟妹年纪尚小 家中没了顶梁柱 母亲一人带着弟妹生活实在艰难 为能让几个孩子吃剩一口饱饭 无奈之下便带着孩子改嫁了 穆兰回家后 看到的只有废弃的房屋 但她并未放弃 收拾好房屋 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她早已过了试婚年龄 嫁人已是不可能 只好选择一只布为生 事迹逐渐流传开 有很多人都来买她的布 若是故事只到这里 那也算得上是个好结局 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可汗在听说穆兰的事迹以后 想要娶她为妻 穆兰早就没了嫁人的心思 更何况半君如半虎 于是她不从 最终在可汗的巨大压力下 自吻而亡 虽然穆兰的结局有多种 但充满悲剧色调的结局 多于大团圆 也有人认为穆兰只是依序够人物 才会存在着那么多争议 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但古往今来 并不缺少金国英雄 我们也可将穆兰理解为是 万千女英雄的形象缩赢 她替傅从军 征战沙场 是忠义的代表 但她何尝又不是一个 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唐代诗人王翰曾在梁州子中写道 罪卧沙场君莫效 古来征战几人回 不过寥寥几字 便将古时战场的惨烈 表现得淋漓尽致 穆兰征战数十年 不仅没有泄露身份 还立下战功 这其中艰辛可想而至 她的故事是一直悲壮的英雄史诗 纵观历史 有多少好男二战死沙场 但一不缺少金国英雄 穆桂英挂帅 舍泰君帅李杨家是二寡妇正希 明末苗女秦梁玉 55岁还亲临一线 这些都是古代女英雄的代表 她们不爱红装啊武装 谁说女子不如男 大是大飞面前 亦有很多女子放弃个人利益 穆兰替父从军 不仅是无奈之举 更是她心底的选择 她放弃了个人安慰 只为保住家乡一片安眠